我家游戏是杀不了我 衣服呢 怎麼突然變那麼乾淨 寫好了 小年人 娶婆 嫁公 家裡不可以拼湯 小姐 不知道放幾家 我們洗全米 全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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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就說我們愛在 好 待會兒家庫爺 待會兒家庫爺 來 老婆 你回來了 媽 家裡是你整理的 垃圾是你倒的 衣服是你洗的嗎 其實是媽 有來幫我們整理過了 我的第六感果然沒有錯 怎麼了 不是 你怎麼不先整理一下 再讓媽進來 我會被她唸 沒事 媽知道我們都很麻 想坐著休息一下嗎 不是 你是媽的兒子 她當然不會說什麼 我是她的媳婦 她一定會覺得 我沒有把這個家照顧好 老婆放輕鬆好不好 沒那麼嚴重 妳想不想來一點 媽帶來的滷味 配上啤酒當宵夜 來 乾杯 乾杯 慶祝我們家 終於變乾淨了 慶祝我們 終於不用被打擾了 來 來 太爽了 來 謝謝老婆 你不餵我 來 努力散 我也餵你 好大片 好吧 好 當初 會想投資玉慧 是真的 想要能夠有多點機會 跟她接觸 不過也是真的 我看好玉慧 她做了辣椒醬這個市場 洪叔 我知道你還有投資 很多其他的生意 那玉慧這邊是我會幫她 我是在想說 這樣 我知道你擔心什麼 玉慧既來 現在已經選擇了你 我尊重她 所以我祝福你們 那以後我們就是以 股東 朋友的身分來相處 子良 那你覺得呢 我會尊重你的想法 這是你的辣椒醬生意 你的決定 就是我的決定 好 好 洪大哥 謝謝你的支持 那既然你對我的產品 這麼有信心的話 我是覺得還是可以繼續合作 好 好 太能這樣了 我真是 又心痛 又羨慕 不過啊 活到我這個年紀啊 還能夠再這樣青春一回 嘗試到那個失戀的滋味 也值得了 值得了 洪大哥 你一定會遇到一個很好的對象的 謝謝你的祝福 我也希望你們兩個 可以一直這樣平平幸福下去 不過 我還是要提醒你們 據我所知 春華那一關 應該相當難過 我知道 洪叔 你放心 我一定會保護好余慧 不會讓他受到任何傷害 就算那個人是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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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做到 余慧之後這輩子 遇過最好的女生 所以你必須得要讓他幸福 如果你沒有做到 我絕對不原諒你 你放心 洪叔 像我這麼優質的男人 居然會被打槍 我只能說 余慧 你太能有福氣了 沒事 下一個女人也許會更好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 我們家變得乾乾淨淨 一塵不染的 衣服洗過了 碗洗過了 甚至廁所都洗過了 我原本 以為是吳子漢開竅 做完所有家事 後來才發現 原來都是我婆婆做的 有這樣的婆婆 其實也不錯 我也覺得很不錯 你性上會覺得 媳婦怎麼可以占婆婆的便宜 可是感性上覺得 天啊 好輕鬆 好舒服 好愉快 姐 妳是好命 我希望我以後也有這樣的婆婆 想當初啊 我嫁進吳家 覺得我婆婆 好兇 好難相處 不過相處之後才發現 她人其實很好 喜怒哀樂 全部寫在臉上 不像媽咪 嫁出去的女兒 很像潑出去的水 妳看要講媽咪的乖話了 好 我還沒說出來 妳不准 不准跟她講 妳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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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說 錯 妳怎麼了 沒事啊 小擦桑而已 小擦桑 不要怕我痛 什麼弄到的 就是 遇到一個討厭的人 而且超級討厭 可是我又沒辦法對她生氣 誰啊 就你們家姓吳的啊 吳子漢 吳子劍啦 妳知道嗎 她最近真的超神經病的 一整天陰陽怪氣 還把我跟Vito送作對 妳不喜歡Vito嗎 嗯 怎麼連妳都這樣講 我哪有喜歡她 我覺得妳們看起來很親密 有那種 互相喜歡的感覺啊 那個就是好哥們好兄弟 就像妳有閨蜜一樣啊 反正就是 陳友宜的那一種 那妳跟吳子劍之間也是陳友宜嗎 我跟Coco有人在家嗎 她之間 我真的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合理 因為愛情不是用想出來 什麼意思啊 就像我也沒有想過 我會喜歡像吳子漢一樣 結果呢 還不是不知不覺的 最愛相談 所以之後不管 妳喜歡的是Vito還是吳子劍 我覺得都不奇怪 因為愛情毫無道理 來了就 愛 什麼京劇 記住就對了 是 愛情毫無道理 來了就 好 好 不要動 我們都一樣 你是我的光 有蚊子 有蚊子 走開了 你拿衛生紙 很棒 就這樣 腳抬高 真的 很痛 你要幹嘛 真的 不要 我只見嘴這麼賤 為什麼我這麼在意他 知道 他還記不記得那天的事情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想要的你在我身邊 最好的 永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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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我姐姐 到底是友情還是愛情 怎麼會我自己 沒關係 最近资料都不用什麼 都不回家吃飯 你不知道原因是怎樣 不知道 沒加煩惱 不知道怎麼說 阿嬌 你跟资料公司比較滾 以前都在上班 下班 你也比較關心一下 你們怎麼關心 幾歲了 三十歲這樣 還算人家關心 那時候你在家關心不在家關心 我們很幾步的 全都叫我彈彈 你做老闆人 看似磅磅 你說話好像不耐煩 好像笑話無奈無奈 生這個兒子 你覺得生不對 我也覺得你怕說話怪怪 好像有心思 連媽都這樣說 你生人到底是怎樣